从巴西回台湾 叶伦群特别会去找 记忆中的味道 我们是 饭鸡鸦 饭酥 饰饭酥 饰饭酥 在巴西没得吃这个 巴西绝对没有的 对对 叶伦群的甜 淡了乡里不然的怀念 70年代 台湾局势传出不稳 带动一波移民潮 叶伦群七个兄弟姐妹 移民美国巴西 好不容易在桃圆老家团圆 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发烧 姐姐叶伦妹 因为孙女感冒迟到了 与记政同期 拿下雅育银牌的她 堪称清理年代 美文之光 与掌管巴西最大医院的 弟弟叶伦群 在记组仪式 成了亲戚间的焦点 真的很久没见了 对不对 国小同学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第一次 所以要说 碰到人同同学 来 看到你真开心 对啊 亲戚也是同学 在见面容颜已老 在彼此的眼里 不颜少时光 她叫我叔叔 叫我叔叔 所以我的辈分比较高 所以我们压上去 所以小时候 我们在喜马打仗的时候 她都坐马上我骑 叶伦群二哥回想 当时还有她的叔叔 和叫她鼠工的同学 四代同班上课呢 近亲远亲一家亲 百年后也会一样 父母亲呢 骨胃也在这里 将来我们的骨胃 还要回到这里 我们一定跟儿子他们讲 你要来看看 爸爸将来会住在这个地方 特别找到学生时期 供他们吃住的恩师 团圆宴也是谢氏宴 用心维系 时间距离组合下 情感的串联 各将移民在海外开支散业 越隆寻和兄弟姐妹们 走得很久很远 但血脉没有断 被依旧在 安久没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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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